欢迎来到关键看点 节目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和小铃的按钮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节目了 谢谢大家 高通发布的骁龙888旗舰芯片 把用户害得不轻 也把手机厂商坑了 但是安卓手机不用高通 还能用谁呢 所以很多厂商只能硬着头皮用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骁龙888的功耗特别高 机身发热很明显 就算不玩游戏 仅仅是刷短视频 机身也会出现发烫的情况 部分机型内部散热做得很差 发烫更为严重 比如小米11 魅族18 关于为什么高通要 把骁龙888的代工权交给三星 业内给出的解释是因为省钱 但让人迷惑的是 定位终端市场的 骁龙778G终端处理器 却给了台积电代工 结果发热竟然相对低了不少 当然这也与骁龙778G 是终端芯片有密切关系 在骁龙888之前的旗舰芯片 骁龙875 骁龙865 骁龙855等等 都是由台积电代工 并没有出现像骁龙888 这般如此高的发热 看来这个郭三星一定是要背了 今年骁龙8GEN一功耗依然很高 值得庆幸的是 可能高通被三星坑踏了 有望在2022年12月底发布的 骁龙8GEN2旗舰芯片 最终可能不再是三星代工 而是将代工权重新给到了台积电 要知道台积电是目前芯片工艺制成 最成熟的企业 不只是高通 作为手机行业标杆的苹果 每年退出的A系列芯片 一直都是台积电代工 据悉 全新的骁龙8GEN2 将采用台积电三纳米工艺制成 支持AVE解码 AVE解码是一种超高性能的 视频编解码器技术 通过软件解码 可以在安卓手机上播放AVE视频 同时AVE解码技术对电池和性能的影响较小 随着5G时代的普及 视频社交成为了主流 新的AVE解码技术将会助力视频社交 高通将骁龙8GEN2的代工权交给台积电 对于安卓手机用户而言 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台积电向来都很稳定 提供先进工艺和高性能的同时 功耗控制也很出色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购入骁龙888和骁龙8GEN1旗舰手机 不如再等一年 也许明年的骁龙8GEN2旗舰手机发热会低不少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祝大家平安健康 别忘了点赞订阅 如果你有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